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持续蔓延 美国股市也持续重挫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亲自前往 位于乔治亚州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希望能够安定美国的民心 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 为我们介绍赏识的情况 耀义 先报仰 我们知道新冠病毒的疫情 在美国现在是出来更多的病例了 那么在星期五的下午为止 美国的境内已经宣布有超过250起的 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 那么有14个人因此而死亡 此外我们也知道纽约也宣布了 在星期五的时候 在纽约有4000个人正在受到隔离做检验 那么已经至少有33个人是确诊得到了冠状病毒 那么美国国会之前通过了83亿美元的预算案 要来对抗冠状病毒 那么送交白宫之后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的上午 在白宫之内签署成为法案 那么我们知道之前 现在一个船上传出的病例的 这个至尊公主号的邮轮 现在正停靠在加州的港外 那么特朗普总统在签署这个经费法案的时候 他也表示说 他在刚刚跟加州的州长通过的电话 两个人商讨了要怎么处理这个邮轮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呢率领了这个白宫的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 这个领导人副总统彭斯 他也说了他将会在星期六的时候 前往佛里达州与这个邮轮业者们开会 讨论如何防止疫情 那么特朗普总统原本星期五 有一个未公开的行程 就是他本来要前往 这个位于亚特兰大的这个疾病控制中心 疾病管理中心 那么呢不过星期五早上对突然传出了 因为这个疾管中心呢 有一名员工怀疑可能得到了冠状病毒 于是呢临时取消这个行程 后来呢这个员工的他的这个检验结果出炉之后 发现成阴性的 那么因此呢白宫的发言人 这个斯蒂芬尼格利斯汉呢 就告诉记者们说 特朗普总统还是会在今天这个星期五下午4点 去到这个CDC 那么的确呢特朗普总统也刚才在4点14分的时候呢 已经进入了这个亚特兰大疾管中心的里面的进行视察 预计呢将会在里面停留一个小时 那不过呢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总统 跟这个政府的一连串的动作呢 似乎并没有让美国民众完全的安心 美国投资人似乎还是有点担心 星期五呢美国股市继续下跌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256点 标准普沃指数下达51点 而纳什达克指数下跌了163点 包容 是另外要意呢 这个白宫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阻止了一家中国的信息技术公司 收购一家美国的科技公司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是的我们知道白宫另外在3月6号 就今天的上午呢发出了一个总统令 这个令当中呢叫做 它是禁止了这个北京的中长时机 信息科技公司来收购一家美国的科技公司 那么这个命令当中呢说明说 有关于北京中长时机信息技术股份 有些公司收购这个美国的 State and Touch公司的总统令 当中说呢有足够的证据让总统相信 这中长时机公司要收购位于 德拉瓦州的State and Touch公司 将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那么他说呢这个命令下来之后就禁止 他们的收购所有中长时机对State and Touch 直接跟间接拥有的股份还有所有权 无论是透过股东合伙子公司或者是关联公司 都被禁止 而中长时机呢必须要在今天命令颁布之后的 120天内就要将他旗下的这个掌控的股份 完全转让出去 那我们知道这个中长时机呢 他是位于北京的石电区 在1998年由他的创办人叫李仲初来创立 那么主要是针对所谓的信息酒店 酒店的信息管理系统来做服务的 那么他们之后也购买了欧美的很多的大公司 包括德国奥地利葡萄牙的数据科技公司 也在2018年就并购了美国的这一家State and Touch公司 那么这家State and Touch公司呢 他们在旗下掌控了许多美国的酒店 度假中心跟赌场的这个里面的这一家的信息资料 那么呢他们自己说 他们也掌控了9万间的客房资料 所以说呢在他们2018年被搜购之后呢 就有很多人担心 这些如果有些人去参访这些酒店或赌场或俱乐部 或者是入住里面的房间的话 他们的信息可能受到中国政府的掌控 因此呢我们看到在两年之后 白宫发出了总统令 来拒绝这一项的搜购案的成立 报容 好的 非常感谢要义从白宫发来的报道